百萬Youtuber艾莉莎莎去年開設自媒體課程,吸引2萬人報名,更創立相分品牌,事業相當忙碌 近日艾莉莎莎休假與男友赴土耳其旅遊,旅途中不停遇到黑心計程車司機,讓她相當崩潰直言,真的在路上大哭 昨日她就在IG限動分享在土耳其旅遊的荒謬事蹟,她表示土耳其的計程車超可怕,每次都坐地起架,然後常常計程車收了全額 他們自己開喊的鬼價錢,還半路把你丟包在路上,她透露昨日要換飯店兩人叫了計程車結果在古籍區被丟包 她與男友兩人拉著這些行李走在石板路上快半小時,崩潰坦言,邊走邊哭,真的在路上大哭 呂捷洋也發現時已在土耳其千萬不要搭計程車的原因強硬大書篇為題,並公開Google Map解釋他們是如何被黑心司機丟包 途中可見司機沒有照著導航行事,而是走其他路線,在假接風路竟不去為由半路丟包乘客 過程中呂捷洋說只能給100里拉,但司機強硬收250里拉,約台幣500元,如果不給他就不開後車廂還行李 而不只有一位計程車司機如此惡霸,呂捷洋還分享矽精大書篇,說明上車前後多次詢問價錢及是否跳表 大叔都回no problem,沿路還須寒問暖熱情的向他們介紹城市 未料9分鐘的路程最後卻開出300里拉,約台幣600元,讓他相當傻眼 事實上,土耳其的計程車計價很便宜,6公里的路程收費大約40里拉,大約台幣70元 這次愛麗莎莎與男友的土耳其被坑經驗也提醒網友,出外旅遊要提高警覺,不要輕易被當地人騙了 再次愛麗莎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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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